李玉琴为马玉琴抱粽子 糯米放洗脸盆太邋遢 网友果然天生一对 马玉琴和李玉琴老夫少妻的故事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相差32岁的他们 也一直被网友津津乐道 很多网友都质疑 李玉琴对马玉琴是否是真爱 因为他们看上去哪哪都不般配 如今马玉琴已经老太尽险 而李玉琴还很年轻 也有很多网友认为 李玉琴是利用马玉琴 因为马玉琴现在是小有名气的网红 可以为他赚取收益 让他过上富裕的生活 果不其然 现在的李玉琴开着好车 每天生活的有滋有味 但马玉琴却非常节俭 每天省吃俭用 几乎顿顿都是野菜 如今更是受到皮包骨 和李玉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网友纷纷替马玉琴打抱不平 最近马玉琴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 视频中的马玉琴脸色苍白十分憔悴 一副被迫一夜的样子 看着十分让人心疼 但李玉琴却不忘拿马玉琴炒热度 在上传的视频中配文 马大姐这两个月在老成这样了 趁着玉琴能走 多陪她到处看看 她的身体真不行了 马大姐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可咋办 网友纷纷吐槽李玉琴过分 马玉琴的身体都成这样了 还不忘营销她 真是掉前眼去了 最新的更新中 李玉琴为了找热度 专门为马玉琴包了粽子 但却再次遭到了网友的吐槽 因为李玉琴包粽子的时候 竟然把糯米放在了洗脸盆里 真是太邋遢了 在座吃的东西就应该注重一下卫生 毕竟这是要吃进肚子里的 健康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马玉琴却吃的津津有味 一点也不嫌弃 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网友纷纷表示 这夫妻俩真是天生一对呀 怪不得能过到一块去 因为马玉琴的邋遢也是众所周知 之前李玉琴更新的视频中 马玉琴收拾衣服 屋子里乱的简直不像样 衣服杂乱成堆放在地上 鼻涕有多乱 还有一次李玉琴给梳头 网友发现马玉琴的粉色梳子 都快成黑色梳子了 上面全是灰 很少有人会把梳子用成这个样子 这是多少天没洗过头了 这个细节直接暴露 马玉琴到底有多尴尬 所以现在李玉琴又洗脸盆包粽子 马玉琴也丝毫不嫌弃 因为两人都是那种邋遢的人 不过还是希望李玉琴能注意卫生 以免吃了对身体不好 大家怎么看呢